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往先来报道一则来自瑞典的新闻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瑞典当局终于宣布将一名中国女记者永久驱逐出境 并指控她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名女记者曾访问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并在瑞典居住了20年 具体的详情我们将在节目中继续报道 接下来是一则关于小米汽车的消息 根据报道小米汽车的首批车主 已经开始拿到他们的车辆 但是也有一些车主投诉车辆存在一些品质问题 比如吊漆等 小米汽车表示他们会与车主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此外还有一则有关中国南昌市的消息 据报道一辆公交车在南昌市撞上行员 造成三人死亡七人受伤 警方称司机在事故发生时 突发心脏疾病 我们将继续跟踪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遭瑞典永久驱逐中国女记者曝光 曾访问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星岛日报 瑞典电视台SVT周一 7日报道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当局指控一名中国女记者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并已将她驱逐出境 瑞典安全局Swedish Security Service 于去年10月逮捕该名57岁中国女记者 上周将她驱逐出境 并禁止她再度入境瑞典 当局并未透露该名记者的姓名 据报道 该名女子约20年前来到瑞典 拥有居留证 并已与一名瑞典男子结婚生子 到瑞典20年 另一家瑞典媒体中国新闻 Kanamedia报道说 被驱逐的中国籍女记者 应该就是线上媒体北欧绿色邮报的社长陈雪飞 陈雪飞还担任中欧文化协会会长 STV指出 女子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以及瑞典境内的中国政府关系人士 都有来往 美联社报道 这名女记者的律师卡德柳 Rotran Kadriu告诉STV 她的当事人不认为自己对瑞典构成威胁 我很难透露具体细节 因为攸关国家安全 许多事情都是机密 挪威广播公司NRK报道 该名记者也曾在挪威和丹麦 芬兰和冰岛等北欧国家从事新闻工作 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15年 据北欧绿色邮报网介绍 陈雪飞 1966年出生 满足 出生在辽宁省领海市 是环保主义者 提倡节俭 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教育程度 英国米德塞斯大学 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硕士 英语和国际政治双学士 文学和法学学士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访问学者 工作经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15年 驻金巴布韦两年 采访过已故南非总统曼德拉 金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2008采访过瑞典首相赖英菲尔特 2006-2010人民网 驻斯德哥尔摩特约记者 2010-2012新华社斯德哥尔摩报道员 2012至今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英语环球广播自由撰稿人 环球时报 生命时报特约记者 北欧时报副社长 英文主编 北欧绿色邮报网社长 主编 来关注 瑞典永久驱逐一中国记者 律师称事关国家安全 很多都是机密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道 瑞典安全局于去年10月 逮捕该名57岁中国籍女记者 上周将她驱逐出境 并禁止她再度入境瑞典 当局并未透露该名记者的姓名 据消息 这名女子约20年前来到瑞典 拥有居留证 并已与一名瑞典男子结婚生子 据瑞典电视台指出 女子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以及瑞典境内的中国政府关系人士 都有来往 美联社消息说 这名女记者的律师卡德柳 告诉瑞典电视台STV 她的当事人不认为自己 对瑞典构成威胁 卡德柳表示 我很难透露具体细节 因为攸关国家安全 许多事情都是机密 据挪威广播公司称 这名记者也曾在挪威和丹麦 芬兰和宾岛等北欧国家 从事新闻工作 中央社称 斯德哥尔摩和北京当局间的关系 多年来一直颇为紧张 在2020年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曾以贩售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为由 认定出生于中国 拥有瑞典国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 股东贵敏海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 将他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星岛日报的报道提到 另一家瑞典媒体中国新闻报道说 被驱逐的中国籍女记者 应该就是线上媒体北欧绿色邮报的社长陈雪飞 陈雪飞还担任中欧文化协会会长 STV指出 女子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以及瑞典境内的中国政府关系人士都有来往 美联社报道 这名女记者的律师卡德柳告诉STV 她的当事人不认为自己对瑞典构成威胁 我很难透露具体细节 因为攸关国家安全 许多事情都是机密 挪威广播公司报道 该名记者也曾在挪威和丹麦 芬兰和冰岛等北欧国家从事新闻工作 据北欧绿色邮报网介绍 陈雪飞1966年出生 满足出生在辽宁省领海市 是环保主义者 提倡节俭 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教育程度 英国米德塞斯大学 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硕士 英语和国际政治双学士 文学和法学学士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访问学者 工作经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15年 驻津巴布韦两年 采访过已故南非总统曼德拉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2008采访过瑞典首相赖英菲尔特 2006-2010人民网 驻斯德哥尔摩特约记者 2010-2012新华社斯德哥尔摩报道员 2012至今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英语环球广播自由撰稿人 环球时报 生命时报特约记者 北欧时报副社长 英文主编 北欧绿色邮报网社长 主编 来关注 周鸿一称 雷军神一样的存在 4月8日 360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周鸿一 在直播中谈及小米汽车时表示 雷军不仅产品做得好 营销更是神一样的存在 传统车厂老板私下表示不服气 周鸿一说 没什么可不服气的 人家是互联网思维 POC思维 你们是Top思维 4月5日 在小米集团合伙人 总裁卢伟斌分享的一段 小米SU7提车视频中 演员张宋文的小米SU7也意外曝光 视频显示 两辆橄榄绿色的小米SU7汽车并排停靠 小米汽车的工作人员 只向左侧一辆车解释说 这辆是张宋文老师的车 您的车是右边这辆 这意味着 张宋文成为小米SU7首批车主 而且是创始版车主 来关注 南昌公交车撞上行人 警察称司机突发心脏疾病 8日13时许 据at南昌交警通报 2024年4月8日11时42分许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谍山路 胜利路口至紫固路口段 公交车杆AM0902 由东向西先后与多名行人发生碰撞 造成一起交通事故 三人当场死亡 七人受伤送医 目前 驾驶员李某男 51岁已被警方控制 经初步调查 驾驶员李某 驾驶车辆行至碟山路胜利路口时 突发心脏不适 失去意识 事故原因 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中新网报道 记者赶往事故现场后看到 事发地周围已采取交通管制 设施公交车已被脱离 有数量救护车从事故现场驶出 事发地周围 人行道上有数量被撞倒的电动车 也正被车辆脱离 来关注 小米SU7车主投诉质量瑕疵 小米1810创办人雷军于上月正式公布电动车 小米SU7售价 开售短短几天时间 已获超过10万人大订 所单量亦超过4万单 为几集向首批买家交车 除了各地出现SU7的交通事故 成为网络热化 亦有车主投诉SU7个式质量问题 4月7日 有网友发影片称 小米SU7座椅顶碎化妆镜 批评SU7设计有缺陷 事件已呈上了热搜 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客服表示 暂时未接到相关反馈 刚了解到这个情况 会如实上报 有车主在社交平台反映 SU7有掉漆的问题 广东沃女士发文称 购买小米SU7创始版汽车 还未交付车已掉漆 只能不好漆 赔偿5000积分后正常交付 为车主莫女士拒绝 对方在提出 赔最高2万积分的解决方案 拒绝更换新车 退车订金也没法退 再次被莫女士拒绝 莫女士坚持要求更换新车 对此 小米汽车客服表示 不能更换新车 重新订购 也需要等很长时间 可以和交付中心协商 后续会出台相关政策 解决此类问题 深圳小米交付中心工作人员 则表示 涉及车主隐私问题 会有交付中心负责人 对接处理 早前 一有网民拍片反映 只要用轻力 就能SU7的车头保险感 按置变形 质疑造工制素 有网民形容是橡皮车 不过有网民反指物料 只在吸震缓冲 虽然影片引起网民热议 不过有网民指出 小米应公布 SU7的撞击测试 来关注 顾客在东大方酸菜鱼中 吃出假鱼片 店家说是稍老了 杭州有消费者反映 他在点的外卖中 吃出了一块假的酸菜鱼片 不仅咬不动 用手撕也撕不动 4月8日 涉事的餐饮品牌 东大方及其门店工作人员 回应集目新闻记者称 此事系员工 误将菜品模具中的 一片假鱼片误混入菜中 他们已向消费者解释并道歉 双方以协商处理 假鱼片是模具的说法 得到了网友的认同 认为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但在此之前 商家的说法却不是这样 据当地媒体4月6日报道 商家接受采访时称 可能烧的时间稍微长了 因为鱼肉烧过了10秒20秒 它都不一样 鱼肉稍微老了一点 鱼肉煮老了就咬不动 这个解释让干厨师的和不干厨师的人都沉默了 不仅当事人不信 网友也很纳闷 鱼片只会越煮越散烂 怎么会越煮越硬呢 甚至硬到撕不乱 咬不碎 这鱼片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时成了谜 说不是鱼片吧 看上去鱼肉的纹路很清晰 不少人怀疑是什么科技鱼很活 最后惊动了食品专家出马鉴定 浙江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教授朱家敬 用打火机将其点燃并表示 这不是鱼肉 燃烧后有黑烟和刺鼻气味 更像是塑料或PVC 于是 这才破案 来关注 俄罗斯远东一地 发现放射源与黑龙江省隔江相望 据路透社4月5日报道 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发现放射源 当局已宣布发现辐射源的地区 进入紧急状态 报告称 在居住宅楼约2.5公里的书店塔附近 检测到辐射水平升高 由于哈巴罗夫斯克 紧邻中国黑龙江 其潜在的跨境影响 引发国内部分居民的担忧 4月8日 顶端新闻记者联系俄罗斯方居民表示 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但目前并没有影响生活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大使馆工作人员表示 紧急状态暂未解除 对部分地区管制 但是辐射源已经被控制 没有造成大面积污染 媒体塔斯社援引俄罗斯消费者安全监管机构 当地分支机构的表述 没有人受伤或受到辐射 公民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 哈巴罗夫斯克是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 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 地处黑龙江 乌苏里江汇河口东汉 与黑龙江省辅远市隔江相望 航道距离仅65公里 4月8日 顶端新闻记者联系到俄罗斯当地居民萨利 萨利表示 据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情况 哈巴罗夫斯克目前情况良好 当地已进入紧急状态 但是目前情况并不严重 有当地居民表示 没有污染环境 没有辐射渗透到开放的环境 也就是说 这个情况暂时没有对居民构成危险 黑龙江边境城市双压山市居民告诉记者 对这件事情之情 暂时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但是会密切关注后续情况发展 来关注 中国大妈搭车霸位遭拒 大骂中国要年轻人做什么 吃屎去 一位大妈日前搭乘火车期间 欲霸占年轻人座位为遭到拒绝 七级败坏的大妈竟大放厥词 让年轻人吃屎去 据媒体报道 事发于周四四日 一名大妈购买无座票搭乘火车 并欲霸占一名年轻人的座位 但遭到拒绝 网传视频显示 大妈被拒后 在车厢内大声说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 像这样的情况都不能解决的话 我们中国要年轻人做什么 期间有疑似大妈的朋友劝阻她 但大妈仍喊道 年轻人吃屎去 不少年轻乘客听到后反击大妈 你去吧 你有毛病啊 来关注 日泉时路经城市的短租屋被定光了 北美迎来日泉时 无论是天文爱好者还是普罗大众都希望一睹为快 但热门地点的短租房屋已被预定一空 而且房费涨幅惊人 综合国会山报与今日美国报道 太空总署表示 这次日泉时将横跃北美 首先经过墨西哥 从西南部进入美国后 穿过中西部 最后经东北地区进入加拿大 官方已经为此制作3D模型 解释地球 月球 纽约州北部也会加入这场视觉盛宴 其中雪城的日泉时将持续1分30秒 然后轮到佛蒙特 西罕布什尔以及缅英州 短租分析平台LDNA的数据显示 爱比莹之类的短租平台已经生意滔滔 日泉时途经的地方均防远紧张 整体入住率飙升至88% 其中佛蒙特州杰弗逊维尔的定房率 更达99.2% 比例第二高是纽约州水牛城的98.2% 德州达拉斯4700多个房源中 超过95.3%在日式前夕明花有主 奥斯汀约9600个房源 也租出了接近87% 国家气象局表示 虽然阿肯色州北部到印第安那州中部 都是上加地点 可是区内会有高层云团 因此视野可能受阻 不排除影响日时的清晰程度 除此以外 德州 俄克拉河马 阿肯色南部 俄亥俄 宾州西北部和纽约州西部 可能在日泉时期间出现阵雨 各地几率几乎20%到30%之间 来关注 青海柴达木发现大型金矿 据青海新闻网报道 近日 记者从青海省科技厅了解到 省集重点研发与转化计划项目 青海省柴达木南北原 大型超大型金矿深部资源预测研究 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增金资源量43.2吨 由青海省第一地质勘察院 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都兰金辉矿业有限公司 大柴达矿业有限公司 共同承担的省集重点研发与转化计划项目 青海省柴达木南北原 大型超大型金矿深部资源预测研究 提出了柴达木南北原地区的大规模金橙矿事件 与原特提斯阳及古特提斯阳的碰撞造山 和后碰撞造山偶合关系 构建了滩尖山 五龙沟金橙矿模式 和三个柴达木主要金矿田三维地质模型 研发了五龙沟 滩尖山深部找矿有效方法组合体系 建立深部勘察示范工程一项 提交深部找矿靶区12处 提交的找矿靶区经工程验证 新增金资源量43.2吨 创造潜在经济价值超200亿元 项目在柴达木盆地南北原 开展深部金矿找矿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 构建了深部预测找矿模型 提出最佳技术方法组合和工作流程 为全省深部矿产资源探测 提供了有力支撑 素有中国聚宝盆 支撑的柴达木盆地地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面积为25.65万平方公里 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富极区之一 其中 位于柴达木盆地北原的滩尖山金矿 和柴达木盆地南原的五龙沟金矿 是青海省柴北原城矿带 东昆仑城矿带 最具代表性的大型超大型金矿床 也是青海省级科研勘察开发 为一体的示范型矿山 据悉 柴达木盆地南北原 大规模金矿化的多期次特点 与区域多期 多阶段的构造及岩浆热业活动 导致研究区金城矿规律 控矿要素等认识不足 加之研究区金矿深部定位 预测研究的水平低 技术手段单一 制约了金矿深部的快速评价和找矿突破 据中国矿产地制制 青海卷普及本记载 截至2017年底 青海省查明黄金资源储量481.66吨 保有资源量347.17吨 截至目前 青海省已发现金矿产地346处 最大金矿为玉树藏族自治州 区马来县大厂金矿 金资源量为108.63吨 来关注 彭博社称阿里云服务全球削价可达59% 据彭博社星期一4月8日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阿鲁巴巴 Group 正在削减全球云客户面对的价格 从美国到新加坡的云客户 获得的价格下调可多达59% 此举与集团在中国国内的大幅折扣相呼应 它这个一度风光无限的业务 正在努力抵御竞争对手并重振增长 此举恰逢云计算需求激增 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热潮 以及该集团复杂的内部重组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永明 正在带头进行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 试图重振阿里巴巴 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主要业务 集团去年11月 取消了云业务公开上市的计划 理由是难以获得与对手竞争所需的 高端英伟达芯片 并且面临着来自腾讯和中国政府支持的供应商 日益激烈的竞争 总部位于中国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 星期一将约500种云产品规格的价格 平均下调了23% 这些折扣现已提供给13个地区的客户 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德国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云服务供应商 但与全球领先的亚马逊公司和微软公司相比 其规模相对较小 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被政府支持的竞争对手侵蚀 并且近年来在海外难以取得任何进展 因为中国对互联网公司的打击和美国的贸易限制 阻碍了它的业务扩张 集团这个云业务的收入在上财年超过110亿美元 预计第三季将下滑2%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上周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美国芯片限制对中国云服务供应商构成了大问题 蔡崇信表示 虽然库存仍可用于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训练大型语言模型 但在出现强大的国内替代品之前 获取英伟达一流人工智能硬件的限制 将在中短期内对这些公司产生影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